整個篇府團隊的陳水扁全部到齊 那麼這個貪腐濫權的時候 馬壓迫要站出來 那麼不只是宋楚瑜先生恨馬 陳水扁恨馬 這個大貪官跟小貪官也是恨馬入骨 而且這個馬英九是剝奪貪腐的人權 這就是我們在未來68天要碰的這種狀況 而且很清楚 這是用行動 蘇嘉全先生的行動 你不管做了什麼說謊的 硬拗的 違法亂記的 我全部跟你造挺 你財產來源說不清楚的 一樣造挺怎麼樣 我想台灣社會在2012這場選舉 是有很多關鍵性的選擇 其中一個關鍵的選項就是 陽光跟反陽光的選擇 我們一定要站在陽光的這一邊 就是我們這個國家 再怎麼樣無能 再怎麼樣艱困 你都要選擇站在陽光這一邊 唯有陽光才可以促成政治的進步 也唯有政治的進步 才可以把政治的效能提升 所以陽光是所有政治改革的源頭 所以我欲請台灣的老百姓把激情收斂一點 稍微用不一樣的角度去看一看 我們國家這幾年因為缺乏陽光 所造成的集體的退步 墮落的情況是多麼的嚴重 民進黨這幾天很高興說 那把邱毅仁回來了 邱毅仁以前有一句名言 他很多記者像林林秋跑他跑最久 他每次寫他會帶上這句話說 我知道選舉會贏就好了 這是邱毅仁常常在講選舉的這句話 這句話看起來很平淡 也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文字的結構 但是要告訴你會贏就好了 代表可以不擇手段 我再最後補充一下 提醒台灣的老百姓 這是我常常一個感觸 那麼多愛台灣的人 怎麼會選出一個烏台灣的人 多麼的反諷 台灣人 台灣人 好好想這句話 我們一起共鳴之 爸主持人 本台的這個TBS民調 不只一次都問我們的這個選民說 你喜歡不喜歡馬英九 或是不喜歡馬英九 或是喜歡蔡英文 或者不喜歡蔡英文 這個結果不只一次旗鼓相當 對不對 喜歡跟不一樣 要不然你們兩個再看看 那個百分比完全相當 所以其實我有不少我的朋友 是騙綠的 他們在想這兩個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點 也差不了多少 那到底要投誰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在想 我如果投給這一個 那他們的夫人是誰 那就是那天周一口講的 甚至講說 那他們的副總統候選人是誰 甚至想到說 如果這個當選了以後 他的周邊的人是誰 這個最後一個最重要 就是周邊的人是說 你看現在誰在抬他們的腳 誰在幫他們策劃選戰 這些人如果他們的組織當選的話 這些人就進來了 那這些人過去的這個 這個劣跡是斑斑可考了 那有些人也許說 神父兄你現在離開了民進黨 你都講民進黨不好 國民黨呢 其實國民黨我也講過 在馬英九就任的那一年 也就是2008年的8月 我就講馬英九你祖閣 你的人就是一群不太能幹的好人 搶救英九大賓 對我沒有講過不太能幹的壞蛋 我是講過不太能幹的好人 我覺得那一句話到今天 大家都還同意 重點不是不太能幹 不太能幹大家都同意 比如說最近教育部搞了一些 有的沒有的三八的 但是沒有人否定 否認馬英九的這些人 基本上相對是好的 所以這一點其實到了人民 1月14號那天投票的時候 你的人 你周邊的人 到底乾不乾淨 其實還是很重要 但是這是不是一個關鍵 對台灣來講是有所謂 還是無所謂 而且更重要的現在就是 因為宋楚瑜先生 已經劣解成功 所以整個貶貪腐團隊 實際已經成熟了 我認為民進黨 他吃定了台灣人民覺得無所謂 所以才會那麼熱烈的 歡迎邱毅仁歸隊 我覺得邱毅仁歸隊這件事情 是我們台灣人民最大的諷刺 我覺得大家都已經忘記了 八牛案了 他的一句話 十億新台幣 就是違反了整個的外交的 作業程序啊 他的一句話啊 外交單位十億出去了 還不能追究邱毅仁的責任 整個官司打這麼多年 現在才有追回一點一點一點 款項這樣子 可是他一個人 你要說這個人是貪腐嗎 我們沒有證據 要說他無能嗎 十億就這樣子出去了 這個能力我都不曉得 要怎麼樣算帳 可是邱毅仁現在是 民進黨上下歡欣鼓舞 歡迎他回來 不是吃丁我們台灣老百姓 不在乎嗎 吃丁怎麼樣 之前的操盤手 現在的操盤手 無奈人 證交所董事長 有交際費的案子 台塘有賣土地的案子 就是這兩個人 固然都不是站在檯面上 行政院長副總統 有沒有掌握實權 我告訴你他的實權 比部長都要來得大 因為他們可以要求部長 做所有的事情 你說那個時候的外交部長 敢對邱毅仁講 任何一句話嗎 他們可以有這麼大的權力 不站在檯面上 但是他們在權力之下 做得狗屁刀刀的事情 我要跟各位說 很多人都講說 一個是貪腐啦 一個是無能 我覺得錯 一個是既貪腐又無能 他如果在貪腐上面 花了很大的能力 他就不可能有能力治國 你看過去的八年不是如此嗎 但是我們現在居然要熱烈 歡迎這一批人回來 好諷刺 這就是台灣的這個價值 可是台灣民眾 我們再接下來 讓觀眾朋友來看 蔡英文女士 最近指出來一個事情 她說這幾天聽到一個故事 有人寫了一副對聯 上年寫著 人民無心過三餐 這句話講的是很心酸 當蔡英文女士跟社會大眾說 人民無心過三餐的時候 我們要看一下蘇嘉全先生 每一年的保費 高額的保費761萬 每個月都將近有75萬 有錢絕對不是問題 但是蘇嘉全先生到目前為止 有把裁員講清楚了嗎 我錢從哪裡來的 無論從他的存款 無論從他的收入 即使如此 民進黨今天非常清楚 我們稍後讓觀眾朋友 更進一步來了解 大家放心 貪腐團隊全部回來 而且我們就是在這樣展現 用這樣鐵的事實 讓所有的社會大眾來檢驗 稍後再回來 整個陳水扁的貪腐團隊 有全部的辦事回朝 那麼反正是在未來的68天 所有這個濫權的 或者是貪腐傾向的 那麼全部都應該站出來 打倒馬英九 你還搞什麼樣的這種清廉 可是觀眾朋友可以看一下 剛剛蔡英文主席指出來 人民無心顧三餐 蘇嘉全先生月保是75萬 這種兩面說法 惠文先生 就是上個禮拜的調查 我們是全世界第19名 還倒退5名 所以真的有差別嗎 我正想問馬英九說 你當總統跟阿伯當總統 真的有差別嗎 我很懷疑 請大家看這個新聞 不是李清安 李清安不重要 二次經改案不上訴 企業主全身而退 觀眾朋友你真的反貪腐嗎 我很懷疑那個 百萬倒貶的紅山群 我真的很懷疑 反貪倒貶 貶就不要管他了 那真的反貪嗎 全身而退 大家都無所謂 全身而退 真的這樣子嗎 請大家看最後一條 這條濤哥那時候 討論很多次 最後結果是什麼 千姐 誰來管高鐵 高鐵每個人都要坐 中紀社跟航發會 有沒有把錢借給高鐵 75億 謝唐琴簽的 003幹的 也都無所謂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聽說 如果蔡英文當選 只會更嚴重 我要跟馬英九講說 你做得不好 這個部分你做得不夠好 你現在蔡英文說 我都是這些人幫我服選 我現在民調四十幾% 三隻小豬很夯 我可能會贏 浩哥我們必須告訴觀眾朋友 的確有些觀眾朋友 是不在乎這個的 就是投給謝陽庭 那五百多萬我就不在乎 你說阿扁你不要謝陽庭 我就說要投給他 你怎麼樣 我也不敢怎麼樣 對不對 你們在高雄在台南 你要投給陳曲 投給賴慶德 我也無所謂 現在六十八天之後的大選 變成什麼 變成在乎的跟不在乎的 在乎的 那你投給馬英九 不在乎就投給蔡英文 那我要跟馬總統講說 即便你會拿到這麼多選票 可是你很多案子 我們還是不滿意的 可是這也是 你剛剛講的說 我是用這個小額募款 蔡英文非常自豪 說民進黨是用小額捐款的方式 用小豬的力量來換政府 讓選舉不受財團的操控 民進黨剛剛舉出來 所有的這個例子 完完全全不受財團 沒有來自於 任何一分一毫的錢 來自於財團 我們可以看 我每天都會騎摩托 經過凱達格蘭大道 小豬夠幾天要在那邊宰殺 把錢拿出來 就是民進黨最後一波 就是打算這樣 我不曉得他們還沒有臉 站在凱達格蘭大道 因為他現在已經改名叫 反貪腐廣場 就是施明德先生帶著紅衫巾 然後後來大家覺得說 反貪腐應該是我們國家 基本的一個訴求跟理念 但是這個東西 現在大家都忘了 然後 甚至一些過去在那邊貪腐的 像邱毅仁 剛剛鳳鑫講一個案子 還有一個安亞專案 把錢給泰國人 說給泰國人哪一個貴人 那個錢在賭場兌現 那個錢是旅行支票 外交部的旅行支票 中華民國外交部的旅行支票 在美國的賭場出現 在那邊兌現 請問錢怎麼會變成這樣 沒有人給我們一個解釋 沒有解釋的政黨今天要回來說 我要再執政 因為我們很清廉 我們很有能力 因為馬上就很不好 他現在要告訴我們這樣 但是請大家想一想 這三年半來 台灣有哪一些改變 友華跟我都接過 江國慶他爸爸江之安的陳情 江之安老先生 八年來去跪總統府 去跪陳水扁 阿扁有幫他處理嗎 沒有 人是什麼時候殺的 是李登輝時代殺的 李登輝是三軍統帥 沒有馬上九這個案子 會有辦法 會有辦法現在算平緩嗎 如果沒有這樣的政黨輪替 現在還在跪 可能就是謝唐廷 會有變化嗎 不會有變化 我跟各位講 平良心講 我跟友華 我們那時候 都替江爸爸結得可惜 說了說 是啊 我在講 如果沒有馬上九 那那些貪污法官收合資會的錢 會被辦嗎 今天說我們不能受財團操控 這些當初在每一天官邸 吳淑貞跟陳水扁的官邸裡面 有多少財團 諾意不決的拿著小卡車 把現鈔送進去 你今天可以跟社會大眾講 我們不受財團操控 是因為我現在這一班 原班人馬全部班師回巢 這可以跟社會大眾講清楚 我說不說 因為這個 對 簡單講就好了 我剛剛講二次金改那些錢 通通都是送給貶家的 不然不會叫二次金改的案子 二次金改的案子 蔡英文是有參與的 我不是說她參與收會 至少趙鋒金那一塊她是懂的 跟中信孤家那事情 她是很清楚的 剛剛鋪哥前面講那個 其實要把她講清楚 就是輸家權的部分 蔡英文是怎麼處理輸家權的 怎麼處理 包庇啊 她是我的副總統 你們攏 收你啊 她不選了 我怎麼選呢 那看在其他人的眼裡 我們剛剛前面講蔡黃郎 蔡黃郎不是一樣貪污嗎 我們稍稍回來 這所有現在的模式都是一樣 拿著18% 我罵著18% 我跟財團掛鉤 從過去這些縱容陳水扁 收取財團前的全部班師還巢 我現在還是 我還在罵財團 我稍微回來